可是那些照片本來就是設定 我不要外流的 可是它卻偏偏被外流了 所以你們看到的那些流出來的 應該就是人生中尺度最大的 私密照外流風波後手露臉 謝忻任人生最大尺度 我現在對拍照會有點恐怖 我現在滿害怕的 謝忻日前遭外流兩千多張大尺度私密照 事情爆發後情緒幾乎崩潰 聽他人打起精神出席活動 這心情還好嗎 之前很崩潰的時候 大哭 負面的想法 一定有啊 就是你會很憂鬱 然後很沮喪 很生氣 那你有安慰你嗎 當然有啊 當然跟我的心情是一樣的 但它有安慰我不要害怕啦 因為我畢竟我是當事人 我就一開始會很恐慌 那就是它就給予很多的安慰 那也陪你報案嗎 欸沒有欸 我是跟攝影師去的 這有可能是淚迴的嗎 其實就是不排除任何可能 可能是也可能是雲端 這都有就是都都被考慮中 所以你也沒有要求清場 其實我沒有 因為我基於一個信任 我覺得大家都是很專業的團隊 我在生命館裡面也有講 其實我要出書 可是很多照片是當天因為有攝影棚的關係 然後有化妝師有攝影師 可是那些照片本來就是設定 我不要外流的 可是它卻偏偏被外流了 所以你們看到的那些流出來的 應該就是人生中指數最大 你們可能在看照片的時候看不太出來 但是其實我安全措施我都有做得很好 如果真的讓大家看起來很不舒服 那應該就是不好看的部分 真的很對不起 其實我是出文字書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出寫真書 我也不適合出寫真書 那這文字裡面會提到 可能是這段時間的心臟力嗎 我覺得一定當然都會 因為我的主軸大概就是 這幾年來的一些心情轉變 跟一些人生的歷練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年的大事嗎 不會 就是從一個心情的轉變 我的成長開始 原則上目前的方向是如此 這個照片流出來的男友會真心嗎 其實他生氣的是被流出來 你會擔心他的家人知道嗎 其實目前都還好 一切都OK不會 你其實是蠻唯美的 少來 我自己覺得很難看 其實我自己難過的是 我覺得很難看 難看是在肚子大 還是位置又加進運動 最難過就是 為什麼沒有 就稍微調整一下 是不是自己身材不滿意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 啪眼的照片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平常 你只要是藝人都知道 其實很多照片是要把關過 才可以PO上網或流出去的 其實我自己心裡也知道 流出去的這些照片 真的就是回不來 你不可能把它收回來 你也不可能去阻止大家不要看 所以我也在調適自己的心情 接受這個難過的事實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 在鍵盤上悄悄打打 可是你可以選擇 不要活在別人的悄悄打打裡面 所以我就是盡量讓自己 Life goes on 就是往前走 我會看你們 那你不會 我會收回來 吃目的 你了 吃目的 一蘋 吃目的 吃目的 人